欢迎收看凤凰财产日报 中国国家统计局在今天公布了4月份的经济运行主要指标 同比增数多数都有所加快 其中我们看到消费的部分在服务餐饮业带动下表现亮眼 但是这当中存在了去年低基数的效应 而工业还有骨头的复苏情况仍然偏弱 这当中房地产开发投资的跌幅更超乎预期扩大到6.2% 那么统计局官员表示下一个阶段将会积极恢复还有扩大需求 也强调中国的经济不存在通缩 下一个阶段也不会出现通缩 那么究竟该如何评价4月份的宏观指标 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的有请 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了嘉宾 永新证券副总裁许维宏 我们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 那么今天焦点还要关注的是 4月份的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5.2% 按月下降了0.1个百分点 但是教授市场关注的青年失业率 不将反升突破两成 创纪录新高 现在你看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 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按年增长5.6% 比3月份加快1.7个百分点 并创2022年9月以来的最大涨幅 三大门类之中 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幅最快 并达到双位数增长 反映内需消费的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按年增长18.4% 增幅比3月份加快7.8个百分点 并创2021年3月以来最快 当中餐饮收入增长接近4成4 升级类商品销售增长也较为显著 而首四个月的全国网上零售额 按年增长12.3% 当中食物商品零售额增长超过一成 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4.8% 首四个月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按年上升4.7% 比首三个月回落0.4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指出 消费恢复仍然是初步的 但看好消费进一步恢复的前景 消费恢复仍然是初步的 那么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 和消费意愿的增强还有空间 那么随着经济的好转 就业的增加 消费环境的改善 我国消费增长的动力有望继续增强 另外国家统计局同时公布 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 比3月份回落0.1个百分点 创2021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不过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 升至20.4% 创2018年1月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再来看内地 前4个月的房地产开发 投资总额跌幅扩大 但是商品房的销售面积跌幅 则有所受载 今年前4个月的全国房地产开发 投资总额超过3.5万亿元人民币 按年下跌6.2% 这个跌幅比前3个月 扩大0.4个百分点 其内商品房的销售面积 按年下跌0.4% 比前3个月收载了1.4个百分点 那么销售额则上升8.8% 当中住宅销售额更上升11.8% 而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 则连续4个月回升 再来看汇市方面的消息 美元的汇价从5个星期的高位回落 但是亚太区的货币走势分化 人民币及其汇价再创超过2个月的新顶 美国继续就提高举债上限问题进行磋商 但政治绝地持续令僵局无法打破 施压短期美国国库券 一个月期国库券收益率 周二伦敦交易时段攀升 并冲破5.8厘关口 刷新历史新高记录 两个月期收益率也再度涨破5厘关口 但其他期限的国库债券收益率普遍下跌 违约风险也压抑美元汇价 美汇指数一度上市周一所创的五周最高位 但之后反复下跌 亚洲货币走势分化 其中人民币中间价上升148个基点到6.9506 脱离超过两个月最低位 但极其汇价震荡回落并失手6.96水平 中场收低116个基点到6.9641 创出3月10号以来的新低 离岸汇价同步下跌并跌破6.98水平 也创出超过两个月新低 中美利差道挂加剧也压抑人民币 境内美元人民币年期到7最低 跌至接近负1970点 创出超过两个月新低 其他货币方面 台币小胡收生终止连续6天的跌势 但土耳其里拉继续承压 刷新超过两个月新低 同时泰铢 印尼顿和菲律宾比索等货币也偏软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那么要如何评价内地4月份的宏观经济指标 我们立刻请教我们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 许惠宏 先生 举先生 您好 福江 您好 主任 我们刚刚看到的新闻片 我们看到内地4月份的经济指数 包括了在消费 工业跟固头 这三大宏观指标当中 呈现一个冷热不均的这种现象 那么其中消费的部分 它大幅反弹 但是当中存在了一个低基数的效应 那么工业跟固头方面 它的复苏情况则是偏弱的 所以你怎么评估4月份的 这些主要经济指标的变化 现在市场比较担心的是说 二季度的中国经济增速 有没有可能会存在一个 失速的一种风险 你怎么看 我觉得二季度 应该说经济并不存在 这个失速的风险 4月份的数据 应该说是还是非常符合预期的 也就是整个经济 从三年疫情之中 它的复苏是逐渐的 开始从这种小宗的消费 逐渐开始到一些耐用消费品的消费 大宗的消费 慢慢才到工业投资这一块来 那4月份的数据 在工业投资这一块 特别是工业制造业投资这一块 应该说还是超预期的 特别是有一门类 叫做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业的增速 是远超预期 那这个门类其实是反映了整个经济中 关于发明成果专利 这些成果转化之中 逐渐形成生产力的一个增速的过程 我们知道中国经济一直广受诟病的是 科技成果很多 发明专利也很多 但如何转化成为生产力 转化成为企业的产能 一直效率不高 但是随着中美贸易战 美国人开始限制整个 对中国的科技的这样一个出口 所以中国经济在过去两三年 包括未来几年里边 一个关键因素 就是如何把这些发明成果 科技成果转化生产力 这恐怕是这个 现在值得投资者关注的 也是中国经济 从中国制造 向中国创造升级的一个过程 至于说这个其他的 比如说这个消费这一块 那应该说整个四月份 还是速度比较快的 应该说是符合市场预期的 福江 那如果透过这个 国家统计局官员的这个话 他说四月份的这个 宏观经济指标 反映出经济内生的动力 还是有待加强的 那么经济市场还关注的 另外一组数据 就是青年失业率的部分 将上个月进一步抬升 而且首次突破了两成 那现在考虑到六七月 可能进入了这个毕业季 所以青年人群的 这个就业压力势必会加大 那么针对这种需求不足 还有青年就业难的这种问题 你认为在宏观政策上 到底应该怎么样来施力 那么是不是有必要进一步了 来降准降息 来刺激进行 失业率问题呢 应该说是现在 全球经济面的普遍的问题 特别是这个 以中国为代表的 这样比较大的经济体 那随着经济结构的一个变化 那年轻人就业难的问题 不仅是中国 那么欧盟啊美国 面临同样的问题 比如说欧盟现在这个 法国要延长退休的 这样一个年限 其实很多反对派就认为 你让老人继续工作 倒不如把工作岗位给年轻人 这样才是一个经济结构的转化 那对于中国来讲呢 其实市场还是很大的 那年轻人就业 更多的喜欢在这个数字经济啊 在这样的服务业啊 在这样互联网产业 这些新兴产业这一块 所以对于中国来讲 更多的这个拉动就业 改善就业结构啊 并不是通过降准降息 这种大水满灌的形式 而通过产业政策 鼓励年轻人 或者说鼓励这个新兴的产业 我呢刚刚从这个湾区回来 我会发现现在其实 越来越多的工业互联网 会雇用大量年轻人来做这个 我们叫产业链啊 包括生产工序的优化 和数字化的过程 比如说数据的一个 一个偶合啊 大数据啊 AI这些应用 还是要靠年轻人 靠这些受过高等教育年轻人 来就业 才能够解决中国经济 刚才我们谈到 如何把中国的一些新的发明 新的科技转化成为生产力 能够替代这个 以往先进的这样的 从欧美进口的技术 这恐怕年轻人就业的这样一个 趋势所在 所以如何把这个数字经济 把这个以工业互联网 产业互联网 这样的一些新的业态 引入到更多的产业中 鼓励这样的一些 我们叫科技成果 转化的服务业的发展 比如说这个像 在佛山的中国 发明成果转化研究院 类似这些组织 都是应该被鼓励的 这些组织才能够让 那个年轻人 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 而不是传统的这些制造业 副将 那对于总体需求不足的问题 你认为是不是还有进一步 降卷降息的空间 总体需求呢 是我认为可能分几块吧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些 普通的小额的这种消费 现在已经复苏相当的 这个正常水平 甚至于超预期了 但是一些大宗的耐用消费品的复苏 依然有一个持续的过程 因为毕竟疫情三年 老百姓这个储蓄的有限 而且呢 风险偏好显著上升 因为刚刚度过这样一个 很艰难的时刻 所以呢 在大宗的耐用消费品消费 恐怕还要更长的时间 这恐怕也是经济的一个 复苏的一个正常规律 这恐怕也不是降准降息 可以这个造成的 包括房地产 房地产的复苏呢 也是先复苏消费 后复苏投资 这种复苏也不是急于一时的 恐怕也需要一个 较为长的一个时间 福建 OK 那我们刚刚看到了 受到这个复苏前景不明朗 还有中美的这个利差 持续大幅倒挂的影响 我们看到人民币的极其汇价呢 已经跌到超过两个月的新低 那么这也稍稍减弱了 这个外资对于中国债市的一个热情 根据中赛灯的这个数据显示 外资机构在4月份呢 减持了大概417亿元 人民币的中国银行间的这个债券 不过我们看到 那随着内地跟香港的这个利率互换 通北上交易正式启动之后 那你觉得对于这个中国债市来说 它有没有可以起到一个提振的一个作用 应该说一季度的债券市场 还是非常火爆的 大家知道人民币债券市场 在第一季度 包括4月份 那个整个涨幅 应该说在全球都是比较靠前的 一季度的这个债券经理的日子非常好过 所以即便是外资在减持这个所谓的中国债券 那中国债券的价格在一季度 包括4月份上涨都是剧烈的 这个恐怕一方面是中国整个经济 那复苏呢 依然还在路上 另外一块呢 也是去年年底 整个中国债券市场 经历了一波小熊市 快速的熊市 所以一季度债券市场 那应该说是走出了一个牛市 这个外资减持这个逻辑是说不通的 另外一块呢 就是之所以中国和大陆和香港之间 开通相关的 我们叫做以债券衍生品为代表的 利率互换的一些安排机制 那这主要是人币国际化之中啊 那中国和大陆和香港之间呢 那么主要的系统性银行之间 需要发展一个较为活跃的衍生品市场 也就是在利率市场化这一块 需要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主要银行之间 形成一个流动性比较强的利率 套期保值的这样一市场 以便确保人民币在国际化之中啊 能够让实际经济的贸易和投资 包括银行业虚拟经济 都能有一个相对完善的 这样一个利率的互换的 这样一个衍生品的保护 这个呢既是这个 我们叫现代金融业的一个需求 也是金融服务实际经济 服务我们的贸易和投资的一个基本要求 这个也是香港这个 我们叫世界级金融中心的一个优势所在 发挥香港世界金融中心 让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过程啊 更加顺畅 需要这样的技术安排 这个呢并非是这个 短期内对于这个资金流向的一个安排 副将 好 非常谢谢徐英 就我们今天才热点话题做的分析 非常谢谢你 再来看市场消息 百度集团在收市后公布了 他们第一季度的业绩 获利好过市场的预期 百度第一季经调整的禁令呢 是57.27亿元人民币 按年急增47.6% 其内主要的在线营收收入 是166亿元人民币 按年增长6% 主要受惠于内地经济高速复苏 旅游 商业服务 以及本地服务等行业呢 大幅增加了营销预算 另外集团也全面的降本增效 百度的创办人李彦宏表示 旗下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文心一言呢 已经完成了四次的大的技术性的升级 目前呢正在整合到所有业务当中 来进行测试 相信未来会有助于实现长期 以及可持续性的增长 下一节回来关注的是亚太区的股市表现 我们待会见 内地股市经过昨天短暂反弹后呢 今天缩量调整 户指再度失守3300点 而香港股市呢 今天先升后回顺 在科技股强势支撑下 勉强受在平盘的上榜 内地股市今天缩量调整 户指再度失守3300点关口 生成值也在午后下跌近1% 户指收报3290点 跌幅0.6% 生成值收报11099点 跌幅0.71% 创业版指数跌0.25% 科创武林指数升0.01% 两市成交缩量至8663亿元人民币 北向资金近卖出34亿元 从盘面上看 AI概念股权限走低 浩瀚深度 剑桥科技等多股跌停 天州文化 唐德影视等股也跌超10% 教育板块也深度回调 不过新冠特效药板块逆势活跃 终胜药业 新华制药涨停 半导体芯片股也走高 香港股市今天继续好 但决力缺乏方向 市场关注美国债务上前进展 投资者的观望气氛浓厚 影响恒升指数高开低走 一度倒跌 在2万点大关上下波动 恒指收盘报19978点 上升7点 胜幅0.04% 主板成交明显缩量至783亿港元 蓝筹股走势分化 内房股跌幅居前 其中碧桂圆跌半成 消费 中资金融和公用等板块也下跌 但汇控逆势上升 医药 能源 澳门博彩和部分汽车股也上升 科技股也涨多跌少 京东攀升超过4% 百度也延续升市上涨近3% 腾讯上升超过1% 半导体股同样表现超前 压台区其他股市普遍向好 日本股市连续第四个交易日上涨 收升0.73% 台湾股市也强劲反弹 大涨1.28% 韩国股市微涨0.0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欧洲股市目前是牛皮靠稳的 投资者普遍观望欧元区更多的经济数据 以判断利率未来的走向 所以这也令到大盘缺乏上涨的动能 至于所有的美股则小幅收高 作为道琼斯工业指数 结束5年跌 小幅反弹0.14% 而反映科技股表现的纳达哥指数 则是上涨0.66% 标普白指数则升0.29% 英国的劳工市场有松动的迹象 令到央行下个月进一步加息的压力舒缓 但是英国工人未来 可能要面临重税重零的噩耗 英国国家统计局周二公布 上月的申领失业救济人数 增加超过4万6千人 就业人口超过两年来 首次下降减少超过13万人 2至4月的职位空缺 也连续第10个月下跌 并跌至2021年中以来的最低水平 以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标准计算 第一季的失业率上升至3.9% 高过预期的持平在3.8% 扣出花红的平均基本收入 按年上升6.7% 也稍低于预期 同时长期病患导致没有工作的人数 也上升至历史新高 分析师相信 劳工市场出现松动 减轻了工资通胀上升压力 也可能促使央行下月22号的 议席会议按兵不动 不过英国工人可能面对 重税重联的噩耗 有智库预计 2027到28年度将有多达780万人 相当于14%的成年人 将需要缴付40%或以上的最高税率 高于上年度的11% 也远高于91到92年度的3.5% 成为前首相萨切尔夫人 执政时期以来 最大规模的增税行动 目前年收入超过50270英镑的人 需要缴付40%的税率 高于这个金额的税率更高 研究院指出 更多人将会落入最高税阶 是因为通胀大幅上升 推高了很多工人的名义收入 包括近期采取工业行动的护士和教师 并导致更多人的生活水准下降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两党持续着提高债务上限 还有政府支出的问题进行角力 尽管美国总统拜登 对外释放了乐观的信号 但是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则指双方仍然存在巨大的分歧 距离美国潜在的债务违约 仅剩下17天 据媒体15号的报道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 白宫与国会两党围绕国家债务上限问题 进行了三个小时的工作及协商 并在周一继续对话 报道指在谈判期间 共和党谈判代表提出 针对联邦政府的预算 设置长达10年的上限 而民主党代表则倾向于 把预算水平限制两年左右 其次共和党代表 要求收回600亿美元 未被使用的新官员助金 民主党代表私下则表示 有意将这部分资金进行重新利用 此外双方都同意 简化能源项目许可批准流程 而对于共和党提出的 领取社会福利的民众 必须满足最低工作要求的条件 总统拜登也暗示 他愿意对部分福利项目 增设这个规定 拜登计划在周二 与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再次会面 希望能赶在他周三启程 前往日本 参加七国集团首脑峰会前 取得重大进展 避免他在外访期间 遭到有关债信的指责 日前他就谈判进展 向媒体释放乐观信号 而麦卡锡却在周一表示 双方仍有巨大分歧 批评民主党人并没有严肃对待谈判 又再次指控白宫 意图使美国债务违约 而不是达成协议 这也和拜登的表态完全不同 麦卡锡也承认 国会要在六月一号前提高债线 避免违约的话 双方必须在未来几天达成一致 凤凰卫视陈令南疆域 华盛乐报道 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即将举行 峰会的新闻中心 在今天举行的首场吹峰会 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会在峰会上发表主旨演讲 将会就中国中亚关系发展 提出系列的倡议主张 同此也宣布多项务实的行动举措 在中国中亚机制下 首届元首峰会即将在西安举行 这也是今年中国的首场主场外交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在峰会发表主旨讲话 习近平主席将就新时代下 应该如何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 深刻阐明中方立场 并着眼六国合作的长远发展 提出系列倡议主张 宣布多项务实行动举措 全面规划中国中亚合作的行动方向 可以说是干货满满意义深远 于俊介绍在峰会期间 中方还将举办近20场双边和多边活动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主持圆桌峰会 会后将同中亚五国元首共同出席签字仪式 共建记者并共同种植友谊数 作为峰会的成果 各国元首将共同签署重要政治文件 并见证签署多项合作文件 将涉及经贸投资互联互通等多个领域 经贸方面由各国商协会发起的 中国中亚实业家委员会 将在峰会期间正式成立 将于19号下午举办成立大会 这也标志着中国中亚机制框架下的 工商界合作迈上新台阶 此次会议列为中国中亚峰会的配套活动 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出席会议并讲话 这将进一步坚定 中国与中亚五国工商界的合作信心 为下一步开展无视合作注入强健的动力 凤凰卫视 抢文中明亮 徐一轩 西安报道 允许乌克兰安全出口谷物的黑海出口协议 已经进入最后的倒数阶段 消息人士透露说 达成延长期限的协议并不乐观 额新社在周二引述磋商之前 报道 目前就延长黑海谷物出口协议的技术小组 磋商人在继续 但是前景并不乐观 协议即将在周四到七 俄罗斯威胁如果不能够满足 俄罗斯提出的要求 清除俄罗斯出口谷物和肥料的障碍 将会退出协议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主管 人道主义事务的负名上兼 紧急救济协议员格里菲斯 在15号表示 协议下的两艘 最后的两艘货船 在16号离开了乌格兰的港口 这个协议的继续执行非常重要 未来几天 他会继续努力促成协议攒期 谢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晚安 再会 晚安 再会